皇上 皇上 您忙了整整一夜不说 这会儿都快晨午了 往后辛苦的日子还多着呢 皇上不顾自己龙体 也该顾着夫人吧 皇上 你也会累成这个样子 假装毒湿精 你做什么 你脸上有个虫 我脸上有虫 哪有虫啊 抓到了 给我看看 飞走了 语文雍 你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啊 我知道 你就是骗我 这是皇上金口御言 好吧 是骗你 这太阳 都升这么高了 是啊 天早亮了 你赔了朕一夜 朕要奖赏 我不需要什么奖赏 你这么辛苦 不如早点休息吧 朕要清醒下头脑 就奖赏你陪朕去散散步 快看 那片云 好像一朵花 好美啊 今天的天气真好 都可以闻到太阳的味道 我原来不知道 这皇宫 竟然有这样好的地方 站在这里 就可以看到一整片的皇宫 原来 大家争来夺去的 就是这种 高高在上的感觉 灯高自然望远 可没人明白 高处微寒 宇文勇 我出生在帝王之家 很多事都身不由己 本以为此生 只能作为一枚棋子 按照棋盘上的轨迹 一直走下去 可我遇到了你 我 我什么呀 秦苏 你不要用这种表情看着我 你这个表情 总想让我忍不住分你 讨厌 又说疯狂 也许你不相信 我也不愿意相信 你不相信 你不愿意相信 你不愿意相信 我宇文勇 竟然会如此看中一个女人 尽管高处 有你在 不畏微寒 你 镇魂珠和黎商剑都已现实了 那些争夺者 自会去寻找蛛丝马迹 真的镇魂珠已经抛出了 你也不再是寻找到镇魂珠 打开天罗地宫的钥匙 不会再有人打你的注意 你 你不后悔吗 无怨无怨 给我些时间 等我做完我该做的事 我们就远远地离开这里 你喜欢太阳的味道 我便带你去看日出 我要带你去海上看日出 那里的日出特别美 特别壮观 我还要带你放马草原 考野兔植 我还要你给我生一个孩子 不 是两个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我要看着他们慢慢长大 看着他们结婚生子 等到我们都老了 走不动了 我们就想着这辈子吵过的家 生过的气 一起变老 梦中的深夜 都一切回忆 宇文勇 你为我做的这些 我很感激你 但是 我不要你感激我 我只要你与我在一起 若累 我们便双腹双气 若冷 我却错过你年华 我却错过你年华 你暗花的泪在心上不断抢 错过的我们又白了云房 你离去背影丛流 孤独的天下 梦一场 爱恨渺成沙 我忽漏 初见是怎么样 碧香姐姐 对 免礼 碧香姐姐眼光真好 这花啊真漂亮 这可是给娘娘送去的 当然要珍品中的珍品 最最漂亮的 去吧 是 是 小妮子 别以为姐姐不知道 你就是想要奉承我 不过呢 姐姐我就喜欢听别人夸我 了 处村卦 处村卦 老处 这个处村卦真是的 天天都在忙些什么呀 整个皇宫好像就她最忙 走得那么快 真是 都多久没到娘娘这儿来看了 你说你 以前娘娘对你多好 现在好了 有了皇上就忘了娘娘 你不来跟我吵架 你就不嫌无聊吗 娘娘 娘娘 你去哪儿 娘娘 娘娘 你的头 清索 我 我要回去 回去 你忘了你答应我的话了 我只是答应你 拿到这魂珠 我没有答应过你 要嫁给什么宇文雍 谁叫你潜入大司空府 盗取镇魂珠失守了 现在这是唯一进入 大司空府的方法和机会 别忘了 你只有帮我拿到镇魂珠 我才能给你想要的 不 我不能对不起四哥 我绝对不能嫁给 那个什么宇文雍 原来你的真心不顾如此 你想走 还是想死 我宁可死 也不要嫁给宇文雍 我到底是谁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听姑母的话 嫁给了宇文雍 四哥哥 四哥哥又是谁 你 娘娘 你是不是特别疼啊 你 你就惩罚奴婢吧 奴婢真是该死 你 你就抹点药膏吧 太医说了抹上药膏就不疼了 真是急死人了 皇上驾到 庆所 皇上 庆所 都说弄逼不好 宇文雍雍 我 我 我想起来了 我 我 亲人 我 遗香 守在外面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你们都下去吧 是 皇上 你想起了真是 我 我只想起了一些 原来 真的是姑母 逼我加入大司空府的 这一切 都是阴谋 原来你想起了这些 我想起来 她想杀我 姑母竟然想杀我 天底下 哪有这样的姑母 宇文雍 我 她说 只要我帮她得到真魂珠 她就会给我 我想要的一切 你想要的是什么 原来你的真心不过如此 我 我没想起来 看来 不止是这里的疼痛 还有心里的 我 宇文雍 我脑子 好乱 姑母 她想要的 真的只有真魂珠吗 那我 我想要的又是什么 我 我到底是不是原青所 或者 我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 那我 究竟跟端木一族 会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只有我的血 才可以找到真魂珠 宇文雍 我好着急 我好像 我好像想起了一切 就在我脑子里 可是 一下子 我又什么都记不起来 我 慢慢来 慢慢来 总会想起来的 好了 别多想了 让我看看你的额头 连走路都这么不小心 疼吗 嗯 怎么了 没什么 皇上 皇上的军国大事 都处理完了吗 奏章我已经看完了 事分轻重缓急 早已分派下去 只要朕的情所安然无恙 朕就别无所求了 一切 要谨慎小心才是 朕知道 若与你长相厮守 还未到时候 朕只想偷闲片刻 闻闻你的发香 说来有些奇怪 怎么 刚刚楚总管回禀 说宇文户在派人寻找什么人 大中宰夫人 好像也消失不见了 是有蹊跷 是镇魂珠 什么 虽然我想不起来全部的事情 可我记得 姑母确实武功高强 恐怕 连宇文户 都不是她的对手 如果 姑母想要的真的是镇魂珠 那她一定早知道 镇魂珠 就在宇文户的手里 所以 你是说 她偷走了镇魂珠 很有可能 糟了 怎么 若是大中宰夫人盗走了镇魂珠 宇文户 必然愤怒隐积 她会想尽一切办法 切断镇魂珠的退路 那就是 杀我 艺 Stefan 可有� Ed 回 chamber 没有 周扬 周扬 associates 我鸳鸯吗 鸳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夫人 是夫人命鸳鸯坐在轿子里的 夫人 夫人 你在哪儿 救救鸳鸯啊 主上 鸳鸯知错了 鸳鸯再也不敢了 主上 主上 只要你说出来夫人去哪儿了 寡人马上把你放 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主上 鸳鸯真的不知道 都是夫人 是夫人 主上 收 鸳鸯太子回报 今儿没有夫人的消息 属下派人去了夫人的老家 听那边的人说 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夫人了 阎婉呢 有人看见 阎婉和诸葛无血在一起 离开了长安城 连阎婉都敢骗我 说一句 都想害我 给我杀了袁氏 杀了诸葛无血 还要阎婉都给我杀了 袁清锁 杀了袁清锁 是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又远皮跳了两下 大总仔求见 兄长 清锁 参见姑父 参见皇上 免礼 兄长来得正是时候 朕正好为几日后玉燕的事情 想与兄长商议 对 玉燕乃是皇家盛事 绝非而行 寡人也恐有些歹人从中作梗 万一有个闪失 叫天下人笑话 兄长说得是 近几年天不逢时连年灾害 边境战火不断 国库空虚 朕认为 当以节俭为重 一切繁勇礼节 能去即去 能免则免 皇上能有这份心 寡人甚觉欣慰 朕决定 玉燕结束之后 即刻去皇陵殿祭拜 以位告 先帝亡陵 皇上有所不知 以往每年这个时候 微臣都将先帝灵位 置于法门寺中 待法师为先帝念经 七七四十九天后 臣自当将先帝灵位 请回皇陵殿 姑父 你 竟然瞒着皇上 私自挪动了先帝的灵位 后宫干政 该当何罪 秦锁不敢 秦锁只是觉得 皇上乃是天下之主 一切事宜 都应当由皇上做主才是吧 秦锁 皇上 您已登基日久 难道这天下 不是皇上的天下吗 放肆 出言无状 还不愧向大主宰谢罪 皇上 皇上 皇上当真是一国之主 寡人也算不得什么 微臣告退 兄长 兄长 来人 皇上 还不将原情所给我拿下 是 是 皇上 不必如此 兄长 小弟独立难治 谁都可以离开小弟 就是兄长 万万不可离开小弟 宇文雍 我是在听你说话 大周 不需要懦弱的皇上 原情所 谁叫你开罪大主宰 朕往日对你百般容忍 不过是开在大主宰的颜面上 如今你竟敢指责大主宰 胆大妄为 还不给我拿下 是 押入冷宫 宇文雍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放开 放开我 宇文雍 放开 手怎么这么冰 胖 胖 我怕空中 拼凑你的侍卫太少 如果计划不力 你 放心 朕不会留你一人 在这世上独自孤单的 可那宇文雍 老奸俱华 你把我安置在这里 虽然能转移些许她的注意 可是 我只怕她对你注意太多 好看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说这个 记住 一切由朕安排 你乖乖去做便是 这枚簪子不要离身 此簪乃金刚所著 万一 这是说万一 你可趁其不备 抽出防身 宇文雍昏恶用心 昭然若揭 几日后 便是事关江山生死之事 万万楚不得差错 一旦出了差错 你便立即跟楚宗官离开 那你呢 事情成与不成 我都会与你会合 记住 我不会留你一个人 在这世上独自孤单的 参见皇上 平身 皇上尽管放心 属下已加派了几位人寿保护娘娘 娘娘定然暗让无恙 这都是为了朕 皇上与娘娘兵分两路 互相呼应左右大中载 既可声东击西 又可合二为一 还能保护娘娘 实施妙测 之事 让清索受苦了 皇上 这样的日子不会久了 大中载 皇上 主上 一切已安排斗荡 虽然马将军 也调了部分人马入宫 但绝非我等敌手 只待主上一呼 我等立刻抢占皇宫 冷宫外爷也安插了人手 只要大殿后 原庆所回到冷宫 立即成秦 各路要害路口 也都布置了精英 已当时 绝无后患 预演之后 等我命令 立即闭宫 杀死原庆所 囚禁于温庸 天下 唯我所有 果然是玄武护法 一出手 便不负众望 你我恩怨已清 两不相欠 从此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一言为定 我怎么觉得 这个女人 似乎在哪里见过 这颗珠子倒是挺漂亮的 青龙护法 恕我而知言 要是没有原庆所 你能知道这珠子 是真是假 你走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你走 走 殿下 延晚小姐求见 殿下 延晚此次前来 是有钥匙禀告 殿下 求求殿下 求求清索妹妹 原清索是开启 天罗地宫的钥匙 殿下谁认不想得到它 只可惜 现在镇魂珠已经现世 殿下 你不是不知道 当初原清索为了你 数次得罪宇文护 眼下 镇魂珠已被人盗走 宇文护老奸俱华 更是迁怒于她 为了不让别人再有机会 得到镇魂珠 宇文护已经下了格杀令 要在五日后的御宴 杀了原清索以绝后患 现在整个皇宫 都已经被宇文护牵制 宇文雍又志在皇位 殿下若不出手相助 此番恐怕妹妹是在劫难逃 殿下 为了救殿下 原清索几度将生死 置之度外 宇文有几个痴情女子 能像她一样 殿下一生光明磊落 为人仗义 被殿下相助的人不计其数 如今这么痴情的女子有难 殿下万万不能坐视不理啊 滚 母亲 坐 谁 我听见你们说的了 你做得对 严婉绝非善累 她所说的话 另有目的 母亲很高兴 你不为之所动 母亲 过去的事 长公不想再提 好 只要打开天罗地宫 拿到了天下 你就能在高氏皇族之中 挺起腰来 母凭子贵 母亲也会在史册上留下名字 得到该有的身份 怎么 你另有想法 得到名分 该是母亲这辈子 最大的梦想吧 长公 母亲最大的梦想 是看着你成为强者 一统天下 让高氏皇族的人 不再排挤你 不敢小看你 长公一直 都是靠自己的实力 走到今日 你从不在乎 皇族的人怎么看我 周国祸荣祸衰 便在这一日之间 周国祸荣祸衰 与我无关 是啊 属下明白 殿下只是担心 清索姑娘的安危 无意插手周国国事 可殿下不惧路途遥远 从大吉赶到长安城 足见对清索姑娘的关心 清索数次救我 与我有恩 长公并非忘恩负义之辈 只要看到他无恙 孤便可放心而归 兄长 小弟敬兄长一辈 气敢 应该是臣敬皇上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 朕知道 朕的江山还需兄长维系 还是朕敬兄长一辈 好 来 对了 如此盛大的宴席 怎么不见清索 此乃皇家圣言 清索可无遮拦 小弟怕他坏了大事 兄长放心 小弟已经派人去保护他了 好 来 娘娘 你还好吧 遥光点情绪如何 娘娘不必担心 皇上已然进行了部署 更何况 马将军接到密旨 今日傍晚之前 便可赶着皇宫外后旨 宴席之后 要是宇文户有心 他尽可调换宫中侍卫 假如马将军的兵马 不能及时赶到 光凭皇上现在的人手 朕总管 我有些心慌 不如 你去摇光殿看一下 要是宇文雍没事 你赶紧回来告诉我 娘娘 皇上命属下在这保护娘娘 属下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宇文雍现在的安危 波及整个大洲 你可是他最得力的手下 你要真想保护我 就赶紧去看看宇文雍 我在这等你消息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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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年 臣曾向皇上提及 突厥阿什纳公主的事情 当时皇上心情不悦 并未有信心与突厥联姻 如今皇上登基日久 突厥特意前使来朝 正在路上 欲皇上约及联姻之事 不知皇上作何感想 朕是大舟的皇帝 自然要为大舟着想 能连殷始大舟与突厥和睦相处 何乐而不为 更何况朕的皇后之位 尚在空缺之中 若阿什纳公主能嫁给朕 朕势必不会委屈了她 难道皇上对清索 如此不念旧情吗 朕在意的是天下 天下女子多得是 清索吗 便交由兄长处置 朕知道 兄长也是为了朕好 那就好 那就只等突厥使者来觐见了 但凭兄长做主 皇上荣登大宝 是乃我大舟之幸 来 我等众臣敬皇上一杯 祝皇上永延地坐 国运昌隆 诸位是我大舟之栋梁 还须诸位爱卿尽心竭力 保我大舟太平 臣等等敬皇上 快点快点快点 好吗 蔡蔡娘娘 下一个曲目是什么 回禀娘娘下一个曲目是绿水 那麻烦告知前面的乐师改一下 我要为皇上献舞彩合 等等 不要告诉别人 知道吗 嗯 我要给皇上一个惊喜 是 那奴婢帮娘娘上妆吧 嗯 那奴婢帮娘娘上妆 夫妻 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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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是又惊又喜 以后自当是一段佳话 楚宗盛 卑职在 清所累了 护送他回去 是 属下遵旨 你今日真是有心了 改日朕好好赏你 楚宗盛 是 外面的风大 就不要再让娘娘到处乱走了 是 娘娘 这边请 臣妾告退 喝酒 朕今日要不醉不归 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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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您可把属下害苦了 属下他看皇上并无危险回去禀报 才发现娘娘已经溜走了 要不是宇文庸阻止我 只怕 我已经杀了宇文护了 宇文护老奸据滑 绝非娘娘一把匕首便可解决 要是惊动了宇文护 只怕会坏了皇上所有的部署 逼宇文护提前出手 娘娘 我看您还是 听皇上的消息 等着与皇上会合吧 娘娘 这可不是去冷宫的方向 娘娘 这是要去哪儿 我不过四处走走 你挡着我做什么 皇上吩咐过 没有皇上的命令 娘娘只能待在冷宫 不可四处走动 放肆 到底我是皇上的夫人 你可知道 皇上正准备着册封大典 要册封我为皇妃 你胆敢对我无礼 难道你就不怕吗 娘娘做不做皇妃 跟属下无关 属下只听从皇上 一个人的吩咐 更何况 皇上吩咐过 待登基大典之后 便将娘娘即刻送回大宗宰府 也不晓得是哪个胆大的奴才 竟然将娘娘放了出来 属下定不会饶了她 什么 宇文雍 竟然要把我交给宇文户 我不信 娘娘信不信也与属下无关 娘娘 还是让属下陪你回冷宫吧 这个宇文雍 得了天下就忘了我 枉费我刚才还为她精心舞蹈 怪只怪娘娘平日里 与大宗宰为敌太多 竟敢对我动手 迫不得已 皇上吩咐我 无论如何也要看住你 娘娘还是回冷宫 等候大宗宰的命令吧 你 你放开我 到处都是皇上的人 娘娘还是不要费力喊叫了 你 放开我 太后驾到 母后臣参见太后 听着遥光殿喧华震天 哀家禁不住也来凑个热闹 撒高 你是哀家的好侄儿 是皇上的好兄长 如此大喜的日子里 最是不必多礼 谢太后 太后见 参见太后 众卿家平身 谢太后 皇上今日大宴群臣 天下重庆 还有众卿家难道 哀家敬众卿家一辈 众卿家干 多谢太后 臣等被大舟天下 居公共青岁 死而后遇一 死而后遇一 三皇 你是三朝元老 护国忠臣 哀家先干为敬 太后 年事已高 请多保重身体 请 谢太后 三皇 三皇 自从你叔父 轮 宇文家这一脉 多成你来照顾 哀家知道你的苦楚 阿雍 母后 没有你的兄长 便没有你今日 还不快快 给兄长行礼 是 岂受小弟一拜 皇上 万万不可 折煞微臣了 兄长 太后请收回成命 快起来 太后不收回成命 微臣誓死不敢起身 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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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家真是老糊涂了 虽是国事家事 天下尽人皆知 萨宝终究不是 重权谋私之人 好了 哀家不说了 您快起来吧 谢太后 兄长 谢皇上 微臣至今还记得 对叔父的诺言 太后请放心 虽然叔父一脉 人脉些许凋零 可是微臣 仍是当初的萨宝 兄弟 还是自家的兄弟 大周天下有你 哀家就放心了 今日 哀家就将阿雍托付于你 哀家心事已了 心中高兴 须多喝几杯 萨宝 你陪哀家一起喝 是 臣 遵旨 你活着 您好 驾 您好 您好 我 你活着 我 你可记得 当年你叔父带你东征西讨 阿庸和他的兄弟们 还只是未成年的孩子 母后您喝醉了 你以为母后这些年 身在后宫身居简出 母后就真的什么事都不知道吗 皇上 难得微臣与太后相聚 正要聆听太后的教诲 太后 微臣当然记得 当年 微臣曾私自为绩 犯下大错 若不是太后三天不吃不喝 苦苦向叔父求情 恐怕当年微臣已被军阀处置 母后 那些陈年旧账 既他何妨 爱家 只记得你终勇无双 信守诺言 好好照顾你的兄弟 好 如今大周天下太平 哀家高兴 喝酒 陪哀家喝酒 好 那微臣敬太后一杯 母后 你陪哀家喝酒 喝醉了 我就可以在梦里 见到你的叔父了 太后 微臣在此 您就放心吧 皇上 太后这是 不瞒兄长 母后如此已经有年余 日日夜夜醉酒 不顾身体 小弟虽然多次劝阻 并无孝极 小弟看着心疼 兄长 母后素来只听兄长的话 兄长何不一事 劝说母后少喝酒 多多保重身体 我要喝酒 还要喝 母后 母后 高兴 母后 也罢 今日百官俱在 小弟怕母后酒后失态 小弟 还是先从母后回寝宫吧 来 母后 哀家 看着你日夜操劳 哀家这是心疼你 知道吗 走 接着喝 高兴喝 陪哀家喝酒 皇上 那微臣先送太后回去 娘娘 楚总管 娘娘 请 你们几个 站住 拿过来 楚总管 这是给遥光殿送去的 遥光殿有的是好酒好茶 不差这一壶 现在冷宫没水没凉的 难不成你想让娘娘渴死 去 再去玉山房拿一份 是 外面怎么会有宇文户的人 事情这把出现了变动 皇上知道宇文户不会相信皇上 故意用将娘娘送回大中宰府 试探宇文户 没想到这宇文户老千句话 连冷宫也要调牌人手 那太后的 难道宇文户的计策 已经被宇文户看出了破绽 娘娘伤完勿躁 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皇上自有注意 不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宇文户早就在宫里安插人手 是人尽皆知的事 可今天一路走来 全都是陌生的面孔 甚至连冷宫 楚总管 你还是去保护皇上吧 娘娘 皇上要属下好好保护娘娘 皇上身边有青鸟在 不对 我只是用来调取宇文户注意的 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 除非 不好 宇文户让你来保护我 就是抱着跟宇文户玉石俱焚之心 现在皇宫内人手不够 马将军的大军还在城外 他要保住我 可他却要为朝廷豁出自己 他要跟青鸟两个人来对付宇文户 可倘若青鸟被人拦阻 他就顾身一人了 不行 我要去找宇文户 娘娘 皇上说过 我不管他说过什么 他虽是你的皇上 可他也是我的夫君 现在他的安危波及整个大洲的存亡 但凡有任何差池 后悔的 不止我原亲所一人 娘娘 如果宇文户出了事 你以为 我还能勾且存活吗 我宁愿死在他的身边 萨宝 萨宝 在 你是要陪哀家去喝酒吗 回臣送你回秦宫 我还要喝酒 好好喝酒 你要陪着我一起喝 主上 主上请我还能一时心软而误了时机 太后酒醉事项 降神一主是大恩 是啊 主上 此时清点将棋 人手到位 正是百官酒汗 心事散乱之气 片刻之后便是下手最好凉气 主上只要阵密一呼 侍卫便会立刻冲入遥光殿 百官错误提防 大洲天下便为主上所有 寡人绝不会放过这个时机 寡人送太后回宫 只不过是不想让宇文雍起疑罢了 太后请宫外可有人手 各大殿外都安排了人手 太后请宫虽然人手交少 但足够一用 那就好 一刻之后 我自太后请宫走出 无需命令 你等立即行动 控制百官 活捉宇文雍和太后 是 萨宝 我的侄儿在哪儿 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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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微臣在这里 你要再陪哀家喝酒 好 哀家高兴 我要喝酒 我还要喝酒 你们俩过来 楚宗宫 站在门口给我看好了 若是娘娘走丢了 你等克制罪过 是 娘娘出来 站住 快走 娘娘快走 参业皇上太后大宠宰 平身 谢皇上 诸葛无选 想看好戏 最好哥哥待在台下 上了台 就别坏了规矩 你想拦我 我知道宇文雍 会有所行动 除掉宇文户 宇文户也早有防范 亦于今日夺功 二虎相争 并有一伤 可那是大周朝的国事 与你我天罗地宫的人 没有干系 我要喝酒 萨宝 陪我喝酒 下去吧 好 母后 我要喝酒 太后你好 好好休息 萨宝 小吴臣怎么还不来 你要陪哀家喝酒 好 太后 侄儿有言相劝 酒少饮则安 多饮则伤身 不 我还要喝酒 太后年事已高 还是好好保重身体 修身养性 兄长 我们还是让太后好好休息吧 百官还在瑶光殿庆祝 不如 微臣先陪皇上出去 萨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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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玥雯雍 你 你 清锁 别动 玥雍雍 装了这么多年 寡人倒要看看你的真心 你说 是要大周的江山 还是要原清锁 玥雍雍 你不要听他的 别乱动 你要是把大周的江山 你不听话 原青锁 就会毁在你的手里 宇文护 你忘了当年 哀家对你的救命之恩了吗 你忘了 你对叔父的诺言了吗 你就放了皇上吧 住口 今天是我们两个男人的事 我不想连累无辜 给你自己两个了断 我 我 母后 二人 请搜 宇文佑 对不起 我只是担心你 宇文护 我佩佩 为了夺取江山你忍得这么紧 好 好 我宇文佑 今天就跟你做个刘断 宇文佑 宇文佑你不要 只要你放了太后和青锁 还有宫里的所有人 我就随了你的心愿 你从这里出去就可以召告天下 遗证流传 有你继承皇位 有气概 宇文佑 看来你是爱美人 胜过爱江山 宇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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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锁 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强行留你在我身边 若他人能够出宫的话 不 我不走 我不走 只可惜 但是 大昼的江山 落在了一个奸臣之手 宇文佑 这是你的命 竟然想凭一己之力来杀我 你真是小看我宇文户了 如今 宫中侍卫十之八九已经被我调换 所有高手也被我派人阻拦 不孝一刻 就算你不出手 大昼的江山 也是属于镇子 成王败寇 宇文户 来啊 来拿镇的命 宇文佑 走 我来拿来 宇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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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梵 式君你的晚上一死 你等骑邪投降 否则是杀公社 宇文佑 宇文佑 皇上 宇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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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蓝色几云 冷冷落在心里 梦中的身影 冬结回忆 默默地守候 只为你 盛开在雪崖的花 温热今生的牵挂 岁月中的你 相识的眼睛 我却错过你年华 我以为你有 我以为有 你心里心里 你很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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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冷落在心里 对不起 对不起 梦中的身影冻结回忆 梦梦的守候只为你 盛开在雪月的花 谁也不许碰她 谁也不能带她走 黑热今生的牵挂 谁也不能带她走 梦中的你相识的脸颊 我却做了你年华 你燃花的泪在心上 你是要惩罚我 从来都没有 把你的心放在眼里 还是要惩罚我 现在才明白你的心 你 原有 你醒醒 原有你醒一醒 你醒一醒 只要你醒过来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说过 你绝对不会丢下我 这一次 你也绝对不会忍心丢下我 对不对 你说过 若不信天 那便信你 我信你 所以这一次 换我 陪你 你 我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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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好 还好朕让楚宗馆准备了一条铁腰带 要不然 朕死是小 你要无辜为朕陪葬啊 皇上 马将军的队伍开始冲击皇宫了 那摇光殿那边 朕的皇后 还有许多事情 要同朕一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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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皇上 奉皇上旨意 老法逆贼与温护 当我者违抗生命 杀无赦 招讨逆贼 为者杀 大人 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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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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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皇上 你得欲我护以为皇上当场诛煞 大主大夫一干人等 气血投降 顽抗者 杀无射 别叫他们瞎说 主上安然无恙 给我冲击皇宫 各个荣华崩溃 一举拿下皇宫 各个高官后路 冲啊 战 皇上驾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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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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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间贼以诅 我大洲江山千秋万载 永享太平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裴朕忙了这么久 伤了那么多心 掉了那么多泪 泪吗 那还不都怪你 这里终究是你我的家了 明日你还有早朝 有的你辛苦了 新军刚立内奸榨厨 百废待兴 皇上 怎可不早朝 你会是个好皇后 皇后 对 除了你 再没有其他人 可以做我大洲皇后 皇上 楚灵溪楚宗馆求见 宣 是 宗馆请 参见皇上 说 无妨 脱绝使者 今日进入长安 要求明日进戒 是 联姻的事 叫他们先于驿馆候着 等朕 处理完国事再说 皇上 脱绝大军已经聚集边界 恐怕 下去吧 等等 你刚才不是还说 内奸榨厨 百废待兴 现在 不正是与突厥 修好的时候吗 为什么 后宫干政 可是大罪 放心吧 朕自然会处理好的 嗯 皇上 兄长 清宿 想跟你说说话 如今宇文户已出 大舟江山出定 宇文雍 已登大宝 兄长 你的愿望 已经完成了 只是我 我却不知道 该何去何从 在宇文雍 被宇文户刺杀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 心 有多疼 我的心 从来都没有 那么揪着疼过 可是 我 我 我却 不想成为 她的雷芝 你 的影 走流 孤独的天下 梦一场 爱和渺城沙 我忽略 初见是怎样 我真的该走了吗 也许我走了 宇文雍 就可以放下一切 去守护大舟 天空蓝色大雨 可是 我真的不忍离开这里 在这个国家 在长安城 有我太多太多的牵挂 宇文雍 才刚刚得到江山 看起来人心所向 百臣同心 但我知道 还有无穷的后患 在等着她 她一点都不轻松 突厥大军压境 看似要与大招和亲 其实目的招人若见 如果宇文雍 为了我 而回绝了突厥 突厥大军 并会联合齐国 大肆尽奋 后果不堪设心 一段强大 错过的我们 又白冷房 兄长 我已经完成了 你的心愿 我 是该走 你想走 你必要是那谷主 你暗花的泪 是我 在心头等待 你的轮廓 出席 大舟与突厥联姻 本是国家大事 皇上 理应迎娶公主 还说我在 那为何我要看我 我只是把你当做真心朋友 所以 才留下来陪你渡过难关 现在大舟江山已定 不再需要我来牵制宇文户 所以 我也该走了 朋友 真心朋友 看着我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你为我流的泪都是假的 你高口声声说 随武父皇权只是在做戏 是 我是在做戏 所以我 好 既然是做戏 就得等散场 你要陪朕再演下去 直到这场戏散场 啊 宇文佑你做什么 演戏啊 朕不喜欢独角戏 演戏啊 参见王上 参见王上 平身 也不喜欢的 这是 参见王上 能够 参见王上 继续 这里的家具 怎么和大司空府里的一样 朕怕你不习惯 专门派人 从大司空府搬过来的 你 演完这场戏 朕就放你走了 还记得这个吗 这不是 我之前丢的那把吗 那日在大司空府 你为我包扎伤处 我很喜欢你发现的清香 以后 我就一直把它带在身上 就好像 你在我身边一样 这不是 我让你为我画眉的笔吗 让我再为你画一次眉吧 还想走吗 天大的事交给我就好 如果 离开我才能让你开心的话 不行 我还是不能放你走 女人又 你们两个把这个放这儿 是 说在那边 是 索欺娘娘还是留下来了 像皇上这么好的人 娘娘到哪里去找 陛下 那是做什么的 这样是个秘密 皇上一直枕着 太后在她六岁那年 为她缝制的枕头 若离开了这个枕头 皇上便彻夜不能入眠 那 那 把它放在这儿做什么 快拿走 皇上和娘娘是夫妻两个 不放这里 放哪里 再说了 皇上可都下旨了 奴婢怎么敢把 这么重要的东西拿走 娘娘 皇上登基之后 第一件事就不忘宠夕娘娘 娘娘应该高兴啊 哎呀 哎 哎 哎 娘娘 娘娘 您去哪 奴婢陪你 哎 娘娘 哦 那是盐不是糖 哦 哦 娘娘又错了 那是花椒 这才是桂花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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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奴婢担心你这魂不守舍的 做出来的点心 哎呀真替皇上担忧啊 娘娘 嗯 你为什么刚才脸一直红红的 我 是生病了吗 我 还是 我哪有 好好好 娘娘还请加把劲吧 现在御膳坊的工人宫女们都在外面耗着呢 若是娘娘一直这样耽搁着 恐怕整个皇宫都别想吃饭了 嗯 娘娘虽然有些不在状态 可做的点心还真是香 等皇上吃了 以后御膳坊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他们可别想做出跟娘娘一个味的来 因为呀这可是我们娘娘带着满满的情 浓浓的爱做出的温暖点心呢 你呀你那份跟你留着呢 这小嘴儿比点心还甜 多谢娘娘 陛下就知道天地下没有比娘娘更好的人了 姜燕妹参见娘娘 他怎么也到宫里来了 还这么大张旗鼓 怎么 皇上以前好像很宠爱他 一个武技而已嘛 娘娘 不是碧香多嘴 皇上以前在大司空府的时候 就风流之名外传 现在做了皇上 不晓得有多少女人想要讨好皇上 你瞧瞧这个姜燕妹 一定想要巴结皇上 才住到宫里来 还带了这么多东西 不晓得呀 要怎么讨好皇上呢 现在皇上是内忧已除 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内忧已除 外患却是接二连三 齐国囤积边界 想要渔翁得利也就罢了 此时 最让朕头疼的 就是突厥 偏偏这个时候 救世重体炫耀兵力 无异于 火上浇油 釜底抽薪 那皇上可有对策 上次被求保住皇宫 对抗与文护 马将军调动了边疆的守军 齐国想要趁虚而入 也是理所当难 这两日 朕与马将军 已然重新部署了边疆守备 只待大军回归边境 齐军自然不计而退 怕只怕 齐国已突厥两方联手 我大周就孤立无援 任人宰割了 皇上既已想出了突厥的用意 为何迟迟不见突厥使者 朕不能复了清索 不能复了清索 那在皇上看来 是江山重要 还是美人重要 清索与朕 生死远共 情深义重 江山则是先帝性命患的 攸关百姓 缺一不可 微臣明白了 皇上的意思是 那元清索 抵得过我们整个大周江山呢 无臣 在朕的心里 不止元清索分两周 您也一样 朕很欣慰 你终于可以自由出入 可见天日了 你说 要朕怎么赏你 不如 就做我大周的大司空如何 以你的才感 绰绰有余啊 皇上的意思是 想把您的大司空府 转赠给无臣吗 也无不可 多谢皇上美意 不过 无臣咸云野鹤惯了 更无意 祸害百姓朝廷 无臣 皇上 此刻 你还是想想 该如何应对那突厥使者吧 朕还在想办法 总有办法转环的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哪 皇上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突厥和奇谷 还有诸葛无血和天罗地宫 想那诸葛无血 用毒害死了先帝 难道就是为了协助宇文护吗 要说这个诸葛无血 偏居小春城 与宇文护并无厉害瓜葛 暗场里说 是朕当皇帝 还是宇文护当皇帝 对他来说并无影响 他为什么会插手皇宫里的事 此事皇上不必费心 交给我就行了 只可惜 查抄了整个大中宰府 并未找到镇魂珠 大中宰夫人 阮氏也失踪 讲必此事与他有关 这个时候 有没有镇魂珠 对朕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娘娘 倾索已然答应 留下来做朕的皇后 果然 皇上争取了这么久 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鲁获美人芳心 本来就是朕的拿手好戏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初在大司空府 便是美女如云 红颜无数 至于清索 至于清索嘛 就凭朕的一身 潇洒风流 皇上 清索他 他怎么了 难道朕有说错吗 清索他对朕 早就芳心暗许了 只要朕点点头 要清索芳心 轻而易举 手到擒来 皇上 清索 朕是说 演戏很累啊 我做了些糕点 给皇上 补补体力 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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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不早说他来了 这 皇上 突厥使者已在宫外 等候多时 他们说 如果见不到皇上 便不会管弈 皇上 国事要紧 宣 是 圣上高玉 宣突厥使者进箭 是 突厥使者二汉 参见大洲皇帝 平身 谢皇帝 赐座 而是 突厥可汗 庭文大洲百废俱星 特派阿尔汗与舍弟利前来祝贺 长途跋涉 舍弟利偶得丰寒 未能一同进捷 还望大洲皇帝见谅 突厥与大周 两方相邻 自然应该常来常往 请贵使 带朕向突厥可汗致以谢意 传朕的旨意 派宫里最好的御医 前去管义看病 一定要将使者医好 是 多谢大周皇帝 先时贵国文皇帝 曾几番向突厥提亲 一语联姻 而前不久 贵国大中宰宇文护 也一语诺皇上 与我国阿史纳公主之婚约 贵使可能还不清楚 宇文护这逆贼 谋杀先皇 已被朕亲手处决 皇上英明神武 处事果敢利落 是乃一代霸主 可我突厥可汗 并未知贵国朝堂巨变 以命我阿史纳公主精心装扮 来在两国交界 不日即将来往长安城 什么 两方连姻乃是大事 怎能如此操作 一干礼书细节 日前已与宇文大中宰达成协议 随则宇文大中宰被大周皇帝亲手诛杀 可阿尔汗也听闻 皇上宫中空虚 既然皇上愿意与我突厥交好 那何不趁此良机 朕知道 文皇帝与突厥 素来交好 联姻之事早有意义 可贵使也知道 朕国事繁忙 百废待兴 联姻之事荣厚在意 朕自会给贵国一个交代 怎么大周皇帝竟要食言吗 文皇帝数十年前 便与突厥可汗商讨联姻之事 可突厥可汗屡屡推脱 并未应允 此番贵使突然造了 并言及公主已在边境 朕诧然何来食言之举 这么说宇文户答应的都是假的 朕并未指令宇文户筹办联姻之事 也并未许诺 宇文户可以带朕商谈细节礼数 何来真讲 大周皇帝 这是看不起我大突厥了 现如今公主已在边境 若大周皇帝一意孤行 那么宋亲的十万突厥大军 也不是好惹的 朕素知突厥雄兵罢了 可朕的大周朝也不是外强中干 两方连年交锋战火不断 不过是旗鼓相当罢了 可如今今非西北 大周上下一心 较数十年前时过境迁 只怕贵方此番出兵 也出师不义 出师不利吧 容我说句公道话 宇文户月祖代仆 替皇上答应了联姻 实乃是国事 况且皇上当时并无反对 现如今公主已经踏上送亲之路 便没有再回去的道理 看来贵使此番前来 是带着战书来的 大周皇帝所言极是 退婚是侮辱我大突厥 要么打 要么联姻对付齐国 大周皇帝 你选吧 朕倒是颇喜欢表礼如衣的人 阿尔汗生性鲁莽 出言无状 还望大周皇帝恕罪 不过这联姻之事 阿尔汗还请大周皇帝三思 联姻之事啊 确实双方熄灭战火 共享太平的良方 这么说 大周皇帝是同意联姻了 那在下立即发出讯号 送亲队伍快马加鞭 三日之内便可抵达长安城 慢着 公主舟车劳顿 想必远途跋涉 已然疲惫不堪 倘若加快行程来长安城 跪体有损 岂不是误了大周 与突厥的好意 大周皇帝这是何意 我不明白 稍安勿躁 朕但请公主 在边界稍作歇息 以待长安百官做足准备 便迎接突厥公主入朝 大周皇帝所言极是 公主长途跋涉 确实需要休息 不过现如今 公主的送亲队伍 已经到了边界 不宜停留过久 怕是会有损 突厥可汗的颜面 还望大周皇帝 早做决断才是 大周皇帝 请 送客 归使 请 突厥使者来势汹汹 肆无忌惮 看来突厥可汗早有准备 想与我一起联手对抗齐果 但若皇上不答应与突厥联姻 突厥 势必以毁约为由 举大兵进犯周境 朕若答应 叫清索如何自主 一边是清索 一边是天下 皇上 娘娘 娘娘千万不能这样 你别走 就没见过娘娘这样的 谁人见到皇上不是抢着巴结 当时娘娘老把皇上往外推 既然是演戏 何必当真 娘娘这样说可就不公平了 皇上对娘娘真心 可是日月可见 怎能说是儿戏呢 好好好 奴婢不说了 奴婢去给娘娘拿明天的衣服 对了 不晓得那个丫头这么不小心 既然把娘娘的帕子 丢在外面的花草上 还好闭上眼尖 一眼就看出是娘娘的东西 洗干净了 又回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总是要纠缠 难道我选择留下竟然是错的吗 你就是不信我 这个发誓是红你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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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路 这个发誓是红你开心的 häufig express